- 大家好 那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呢 是我們的龐桶喔 在地獄暴風模式的一個保底打法喔 那今天會跟大家示範的話 是龐桶至少可以上到7500分以上 那甚至到8000分應該也沒有問題 那我們今天一樣會是用一個最低練度的方式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所以如果大家沒有特別練龐桶的話也不用擔心 那在今天影片開始前呢 要再麻煩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每天都會上傳至少一部的真山國雙霸影片喔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目前我龐桶的練度 那我的龐桶呢 目前大概是59等 那大家在用這個龐桶最低練度的保底打法呢 很重要是一定要練到至少是第一次突破以前喔 不用到突破 第一次突破以前 因為我們會需要用到他的蓄力6 然後還有巨怪 OK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再來是無雙 那在這個大概是龐桶在地獄暴風 可能會用到的幾個技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羈絆 那龐桶其實要比較能夠打這個 呃 暴風的話一定要是跟這個張角有開羈絆 因為這樣會有一定機率的話可以召喚這個火焰 所以呃 相信張角大家一定都一定會有嘛 因為他是紫色的武將 所以非常的容易抽 那我目前龐桶的這個羈絆都是已經解開囉 那戰魂的話呢 我們目前就是裝三個紫魂 那大家隨便可以搭配 只要是紫魂裝上去都可以 那會之所以要裝紫魂的原因呢 是要讓最低練 那個龐桶最少的一個戰力呢 可以達到五十萬以上喔 達到五十萬以上 好 那我們的技能呢 主要就會用到這個蓄力 喔 會用到蓄力 跟我們的蓄力攻擊的那個第六招 還有蓄力攻擊三 跟無雙 那星級的話 龐桶我們就是最低練路嘛 所以沒有練 外觀一樣也沒有其他的外觀 那坐騎一樣也不用騎嘛 喔 那光環一樣也不用 好 那以上的話大概就是我龐桶的一個練度啦 我目前的一個戰力評分是五十三萬 那當然只要過五十萬就可以了 目的的話就是讓我們在打呂布的時候呢 可以一下就把他敲死 喔 一下就把他敲死 好 那所以這個大概就是龐桶的一個最低練度的一個要求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地獄暴風的倍率呢 一樣 喔 選擇是一倍 喔 選擇是一倍 好 那我們就來進到這個遊戲裡面 那龐桶呢 在打前面的上排第一輪的時候會比較辛苦一點喔 因為其實之後是要用無雙來做喜兵的 那他在第一輪的時候我們可以先用我們這個蓄力攻擊四喔 OK 蓄力攻擊四 他吐這個火球 那同時搭配我們的巨怪 那可以比較加快我們的刷這個上排的這個小兵兩百隻喔 所以我們盡量 喔 盡量可以在2分30秒以前刷到兩百隻 那基本上就是還不錯 OK 所以巨怪基本上是可以適時的開 那大概就是使用兩次集氣攻擊 就可以使用一次的巨怪 好 那我們因為戰力達到五十以上 所以我們呂布基本上普攻敲一下他就死了 那遇到下排小兵的時候 我們是用我們的蓄力攻擊六 OK 然後再用巨怪 那這樣大概就是一個在打下排的一個SOP 那蓄力攻擊六使用了兩次呢 巨怪就差不多好了 所以我們可以記得這樣 好 蓄力攻擊六兩次 喔 巨怪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大概就是兩次蓄力攻擊六再加一次巨怪 這個大概就是下排的一個保法 那刷兵其實非常的快 那我們來到上排呢 其實大概是可以先用一次巨怪 那瞄準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起我們的無雙 長篷的這個無雙呢 其實非常的好用 他是騎著他的滑板車 喔 這個是風火雲嗎 之類的 對 可是有時候要注意一點方向喔 那我個人的話 因為還沒有到 非常的熟悉 所以大家如果說龐總非常的熟悉的話 相信這個分數喔 一定可以打的比我更高 一定是絕對沒有問題的喔 所以大概在上排就是巨怪 喔 加偶爾的這個 呃 那個無雙 無雙三次都一定要開滿喔 那下排呂布的話 直接也是敲一下 好 那所以我們來到下排的話 一樣也是先放個巨怪 然後使用蓄力攻擊六 喔 使用蓄力攻擊六 兩次 我們就可以使用我們的巨怪 好 所以我們使用兩次就可以使用我們的巨怪 好 你已經兩次了嘛 所以使用我們的巨怪 大概就是 下排大概就是這樣子重複的刷分 很快 我們現在下排的話 已經來到2500分囉 那我們來到上排的話 一樣也是 先開我們的巨怪 然後走到小兵多一點的地方 我們就開啟我們的無雙 喔 直接給他嚕過去 喔 直接給他嚕過去 直接給他嚕過去 那在走到比較多人的地方呢 就直接這樣子給他嚕過去 其實是 洗冰是非常快的 我開了兩次呢 然後呢 就已經有161個冰龍 然後再搭配我們的巨怪 OK 馬上就有200個冰龍 那我們再下去這我們的呂布 直接也是給他敲一下 喔 直接敲一下 好 所以大概這個就是 龐統的一個 地獄暴風的一個打法 OK 最低電度的一個打法 那我們接下來就再一樣給他加速一下 好 那我們接下來一樣是用一個 200倍速的方式來進行 那我們的這個保底打法有一個好處就是 大家其實在解每日任務的時候呢 如果會解到一些武將是要刷1200隻小怪 喔 那等於是 可能會不希望白白浪費掉一次嘛 我們就可以參考這樣的保底打法 至少可以拿到對應的一個高分喔 是你一定可以拿到兩個碎片以上的一個高分 OK 所以大家可以把它學起來 那當然如果有更好的一個建議的話 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喔 所以基本上在下牌就是我們靠近撥到這邊 然後使用兩次的蓄力6呢 我們就可以使用我們的那個巨怪了 上牌的話一樣走到比較冰多一點的地方呢 我們就可以來開啟我們的無雙 直接開啟我們的無雙 那無雙其實在一開始的這個動畫施展的時候 他其實旁邊的小冰是會被燒到的 所以他其實也沒有到真的非常非常的浪費時間 因為他其實雖然有動畫 可是你可以看他的分數其實還是實際的在累積的 好 那我們很快的現在就已經要突破到6000分了 所以大概這個就是龐統的打法 我覺得他的招式呢其實跟我們的張角是有一點像的 就是那個火球 是有一點點像的 只是張角他不用到蓄力攻擊6嘛 那龐統的話可能還要到蓄力攻擊6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龐統的一個打法 好 那我們現在的分數呢 已經來到了7500分了 我們還剩10秒鐘 OK 所以如果大家在龐統的部分 能夠再更熟悉操作的話 要洗完全部的冰 相信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OK 好 那最後我們的分數的話 就是來到了7720分喔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龐統的一個打法 那不知道大家還喜歡嗎 那如果喜歡的話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同時也可以幫我把這支影片按讚或分享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